大家好,今天呢,狗哥要聊一下这个台湾的外交 其实这个更准确的说呀,是中华民国的外交 那这一周,中华民国的外交呢,可以说是遭到了一个挫折 有两个邦交国,一个是所罗门群岛,另外一个是吉里巴斯 这两个国家呢,是都跟中华民国结束了外交关系 然后呢,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 这么说呢,虽然准确,但大家说呢,是不是感觉这个挺别扭 所以呢,狗哥还是说这个台湾和中国吧 最近这一周呢,其实呢,就是中国又从台湾挖走了两个邦交国 一个是所罗门群岛,另外一个呢,是吉里巴斯 说实话呢,要不是这个新闻啊,狗哥以前是真的都不知道 这两个国家在哪儿 那原因其实也没太多可说的 一个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门呢,要献礼 因为呢,再过十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个七十周年的这个大庆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搞出这个事儿呢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门在进行国庆献礼 让这个中国的老百姓高兴 中国的领导人呢,不会觉得怎么样啊 因为跟这些个小破国家建交也好啊 断交也好啊,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关键是下边的这个屁民们要高兴 中国的这个小粉红们呢,虽然也知道是咋回事儿 但是呢,还会很高兴 因为这个损人就是利己 在他们看来,这个台湾和大陆啊 在这方面呢,就是零和关系啊 还是汉贼不两立 那台湾的邦交国跑到大陆这边了 那自然就是这个大陆的收获啊 就是大陆的成功啊 所以呢,他们就高兴 他们不管这些个小破国家 对于这个中国来说到底是收获呀 还是这个包袱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门呢 要国庆献礼啊 所以呢,最近一周 是连续拉走了两个台湾的邦交国 那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影响明年年初台湾的总统大选 那中国领导人就认为呢 拉走台湾的邦交国 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越少 那台湾人民呢 就会觉得很没面子啊 就会认为政府呢很饭桶 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了 所以呢,明年大选就不会投这个蔡英文了 这个呢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思路 很简单 很这个直线型的一种思维 不知道这个台湾的朋友们买不买账 那拉走台湾的这两个邦交国 所罗门群岛和吉利巴斯 中国的唯一的手段就是花钱 虽然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耿爽 在今天呢是义正词言 说这是所罗门和吉利巴斯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这些小破国家呢只认钱 这个有奶便是娘 有钱就是爹 就是这样 连日来 同主太平洋岛国地区的 所罗门群岛和吉利巴斯 相继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交 同中国建交或者复交的决定 这再次充分说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我们愿意同吉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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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两国关系 发展新的一业 那所罗门群岛 这个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说呢 中国是砸了五亿美元 要给这个国家呢 提供五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所罗门群岛的一共有六十万人 那平均下来 每人呢 能分到差不多七百八十美金 和这个人民币五千五百多块钱 狗哥还是那句话 五千五百块钱 在中国大陆 现在能买多少猪肉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视频啊 就是最近 这个一群中国大妈 在抢打折猪肉的这种样子 所以呢 就看中国政府 什么时候呢 也能给中国人 也每人发个五千五百块钱 百五百块钱 别人帮助 如果你们 address 我们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 怎么着醒呢 另外狗哥闭着眼 也知道中国砸所罗门 肯定不止这五亿美元 肯定还要私下花钱 行贿所罗门的那些当官 肯定会是这样 那吉利巴斯肯定也是砸钱 台湾的外交部长今天公开说了 吉利巴斯总统呢 向台湾提出来要求这个捐款 让他们呢 有钱买一架民航客机 那一架波音737 这个民航客机最便宜的 也得差不多一亿美金 那这个吉利巴斯呢 只有十一万的人口 所以呢平均下来 它的这个要价呀 比这个所罗门群岛还要狠 每个人差不多能分到这个一千美金 但是呢对这个中国政府来说呀 一亿美金真的是小case 所以呢 这个吉利巴斯呢就投共了 那对于台湾来说 又少了两个邦交国 有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影响 那狗哥呢 其实是局外人啊 对台湾呢也是隔岸观花 不怎么了解 但是呢 就常识来讲啊 我觉得呢台湾又少掉这两个邦交国 应该呢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下边呢狗哥就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台湾的朋友们呢 可以看对不对 第一个台湾的这些邦交国 说实话都是一些很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国家 那17个这样的国家和15个这样的国家 对于台湾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17个也好 15个也好 那在联合国 或者呢 在其他什么这个国际性的场合 应该呢对台湾来说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呢 少掉两个 那狗哥认为呢 是无所谓的事 即便是再少几个 哪怕最后是零邦交 其实也无所谓 第二个 狗哥坦白说 台湾的这些邦交国 到目前为止 还愿意跟台湾保留这个外交关系的 无非是两个考虑 一个就是考虑到跟这个美国的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图这个台湾的钱 要维持跟这些个小破国家的外交关系 那台湾也是要砸钱的 也是要提供这个很多经济援助的 但是台湾跟大陆啊 应该是有两个区别 一个台湾呢 应该说是不会这个不惜代价 另外一个呢 台湾这边的花钱啊 这个经济援助应该是很透明的 台湾的朋友啊 可以说一下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虽然也是金元外交啊 也是砸钱 换这个外交关系 但是跟中国政府的这个手法比起来呢 其实呢 台湾的做法呢 还是有这个很重要的区别 所以这个索罗门群岛啊 吉利巴斯啊 这些个小破国家 投向这个中国大陆了 对台湾来讲呢 其实真的是无所谓 反而呢 还能省点钱 没必要呢 再花那么多钱 来这个装门面 那过几年 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会越来越差啊 中国政府呢 肯定也会 这个有这个没钱的时候 那到时候呢 这些小破国家呢 肯定呢 就会再来找台湾 可能要哭着喊着 要和这个中华民国 重新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了 这种情况呢 以前也都出现过 以后呢 肯定是还会再出现 最关键的是 这个台湾少了这两个邦交国 外交力量 有没有受到损害 有没有遭到削弱 狗哥刚才说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不仅如此呢 这个今年以来 台湾的这个外交力量 其实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增强 主要是跟美国的关系 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那其实这就意味着 台湾外交力量的增强 包括今年五月份 这个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通过的支持 台湾的决议案 美国政府批准的 对台湾的军售 这一系列的事情 那狗哥呢 在以前做的这个视频里呢 也都说过 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说明 这个台湾和美国的官方关系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呢 肯定是最重要的事儿 跟美国的关系 肯定是台湾最看重的 这个中国大陆 虽然有这个 一百七十多个邦交国 现在是又多了两个 但是呢 中国政府最看重的 也是跟美国的关系 那美台关系的提升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就是外交的失败 所以呢 最近这几年 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上台以来的这几年 中国政府的外交呢 其实是很失败的 所以呢 你现在从台湾那儿 挖来两个邦交国 又如何 就是出门面 其实呢 完全不能掩盖 中国的这个外交失败 刚才狗哥说了 中国政府现在挖台湾的邦交国 也是要通过 进一步打压台湾的外交 来影响几个月之后的台湾大选 这个呢 其实也是他们最重要的 这个考虑 那蔡英文上台之前 在这个马英九时期 从2008年到2016年 中国呢 是不是没有挖一个 台湾的邦交国 那个时候呢 不是说中国政府没钱 没能力 是呢 其实呢 是给这个马英九留面子 要搞一国两制 那蔡英文上台以后 北京的眼看这个一国两制呢 越来越难搞了 所以呢 就又开始砸钱 去挖这个台湾的邦交国了 就是希望 能让台湾人呢 对外交不满 对蔡英文不满 从而呢 在这个大选里呢 把蔡英文给搞掉 但是呢 狗哥也说了 这个北京的意图啊 太明显 这么搞呢 反而会适得其反 那现在台湾人应该都知道 是你这个中国大陆打压 花大钱 所以呢 这些邦交国呢 都跑了 都知道 是这么回事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北京还要这么干 是不是只会增加 台湾人的反感 反而呢 会让台湾人 更支持这个蔡英文 那狗哥的感觉是这样 到底对不对 也欢迎台湾的朋友们呢 来留言说一下 另外的狗哥再说一下啊 这个狗哥呢 现在还是中国人 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发的护照 现在呢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 又多了两个 这两个 这个索罗门群岛和吉利巴斯 中国现在是有这个180个邦交国了 那狗哥会不会觉得 这个很荣耀 很自豪 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会不会觉得很了不起 那好像也完全没这种感觉 狗哥看一下自己的护照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发的普通护照 那拿这个护照 如果去旅行 或者说是去做生意 在全世界范围里 真正免签的国家 只有20多个 其中的这个大部分啊 狗哥估计这辈子啊都不会想去 那对比一下 台湾护照 拿台湾护照 免签的国家有多少 最新的数字 狗哥查了一下 有112个 20多个 对比112个 哪个护照好用 含金量高 那狗哥就不用多说了吧 可能会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说 这个中国人的背后呢 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中国人在海外 在关键的时候 强大的祖国呢 能保护你啊 这种保护呢 台湾可提供不了 那说这种话的朋友啊 狗哥必须要说 您可能是吴金的那个电影 战狼看多了 在中国国内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是不是都是脸难看 事难办啊 这个呢 没多少中国人否认吧 那国内的政府部门都这样 你怎么可能希望 中国的驻外机构 一下子就变成天使了 就真的为人民服务了 怎么可能 另外呢 台湾的朋友们可以留言说说 台湾呢 只有15个绑鸟国 所以呢 台湾人是不是满世界都受到欺负 受到了欺负以后 还没有这个台湾政府撑腰 是不是这样 那狗哥估计呢 肯定也不会是这样 满世界能欺负台湾人的 应该只能是中国人 最后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有一次呢 狗哥是参加一个社会活动 一个这个美国人 当着狗哥的面就说 抱歉 我不是要这个故意的冒犯你 但是呢 我真的是不会买这个中国产的东西 因为质量都很差 这个呢 就是中国留给世界的这个一个印象 那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形象 狗哥在这儿呢 就不多说了 为什么中国护照不好用 只有20多个国家免签 其实呢 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中国人的一个判断 说白了就是 不信任 不喜欢中国人 所以呢 你中国政府 有180个邦交国 又如何 跟这个普通中国人 是不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好了 今天狗哥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内容 现在就点击屏幕上的狗哥图标 来订阅狗哥的频道 并且记得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